路加福音 路加福音第一章 提阿非罗大人啊 有好些人提笔作书 述说在我们中间所实现的事 是照传道的人 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 这些事我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 我也想按着次序写给你 要让你知道所学的道都是确实的 在西律做犹太王的时候 亚比亚班里有一个祭司 名叫撒加利亚 他妻子是亚伦的后代 名叫伊丽莎白 他们两人在上帝面前都是义人 遵行主的一切诫命和条例 没有可指责的 只是他们没有孩子 因为伊丽莎白不生育 两个人又年纪老迈了 撒加利亚按班次在上帝面前 执行祭司的职务 照祭司的规矩抽签 进到主的殿里烧香 烧香的时候 众百姓在外面祷告 有主的一个使者 站在香坛的右边向他显现 撒加利亚看见就惊慌害怕 天使对他说 撒加利亚不要害怕 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 你的妻子伊丽莎白要给你生一个儿子 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 你必欢喜快乐 有许多人因他出事也必喜乐 他在主面前将要伟大 但酒烈酒都不喝 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 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 归于主 他们的上帝 他将有以利亚的精神和能力 走在主的前面 叫父亲的心转向儿女 叫悖逆的人转向义人的智慧 又为主预备迎接他的百姓 撒加利亚对天使说 我怎么能知道这事呢 我已经老了 我的妻子也年纪老迈了 天使回答他说 我是站在上帝面前的加百列 奉差遣来对你说话 把这好信息报给你 到了时候 这些话必然应验 只因你不信我的话 你会成为哑巴 不能说话 直到这些事实现的日子 百姓等候撒加利亚 差异他在圣所里迟延那么久 到他出来 却不能和他们说话 他们就知道 他在圣所里见了异象 他直向他们打手势 因为他成了哑巴 他供职的日子一满 就回家去了 这些日子以后 他的妻子伊丽莎白就怀孕 隐藏了五个月 他说 主在眷顾我的日子 这样看顾我 要除掉我在人前的羞耻 到了第六个月 天使加百列奉上帝的差遣 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 这城名叫拿撒勒 到一个童女那里 他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 名叫约瑟 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 天使进去 对他说 蒙大恩的女子 你好 主和你同在 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 又反复思考 这样问候是什么意思 天使对他说 玛利亚 不要怕 你在上帝面前已经蒙恩了 你要怀孕生子 要给他起名叫耶稣 他将要为大 成为至高者的儿子 主上帝要把他祖先大魏的王位给他 他要做雅各家的王 直到永远 他的国没有穷尽 玛利亚对天使说 我没有出嫁 怎么会有这事呢 天使回答他说 圣灵要临到你身上 至高者的能力要避孕你 因此 那要出生的圣者 要称为上帝的儿子 况且 你的亲戚伊丽莎白 就是那素来称为不生育的 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 现在怀孕六个月了 因为 出于上帝的话 没有一具不但能力的 玛利亚说 我是主的使女 愿意照你的话实现在我身上 于是天使离开他去了 在那些日子 玛利亚起身 急忙前往山区 来到犹大的一座城 进了撒加利亚的家 向伊丽莎白问安 伊丽莎白一听到玛利亚问安 所怀的胎就在腹里跳动 伊丽莎白被圣灵充满 高声喊着说 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 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 我主的母亲到我这里来 为何这事临到我呢 因为你问安的声音 一入我耳 我腹里的胎就欢喜跳动 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 因为主对她所说的话 都要应验 玛利亚说 我心尊主为大 我灵以上帝我的救主为乐 因为她顾念她使女的卑微 从今以后 万代要称我有福 因为那有全能的 为我做了大事 她的名是圣的 她怜悯敬畏她的人 直到世世代代 她用绑壁施展大能 她赶散心里妄想的狂傲人 她叫有权柄的施味 叫卑贱的身高 她叫饥饿的宝餐美食 叫富足的空手回去 她扶住了她的仆人以色列 不忘记施怜悯 正如她对我们的列祖说过 怜悯亚伯拉罕和她的后裔 直到永远 玛利亚和伊丽莎白同住 约有三个月 然后回家去了 伊丽莎白的产期到了 生了一个儿子 邻里亲属听见主向她大失怜悯 就和她一同欢乐 到了第八日 他们来给孩子行割礼 并要照她父亲的名字 叫她撒加利亚 她母亲回应说 不 要叫她约翰 他们对她说 你亲族中没有叫这名字的 他们就向她父亲打手势 问她这孩子要叫什么名字 她要了一块写字的板 写上她的名字是约翰 他们就都惊讶 撒加利亚的口立刻开了 舌头也松了 就开始说话 称颂上帝 周围居住的人都惧怕 这一切的事就传遍了犹太山区 凡听见的人都把这事放在心里 他们说 这个孩子将来会怎么样呢 因为有主的手与他同在 他父亲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 就预言说 主 以色列的上帝是应当称颂的 因他眷顾他的百姓 为他们施行救赎 在他仆人大卫家中 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 正如主 借着古时候圣先知的口所说的 他拯救我们脱离仇敌 脱离一切恨我们之人的手 他向我们列祖施怜敏 记得他的圣誉 就是他对我们祖宗 亚伯拉罕所起的事 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 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 无所惧怕地 用圣洁和公义 侍奉他 孩子啊 你要成为至高者的先知 因为你要走在主的前面 为他预备道路 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 认识救恩 因我们上帝怜悯的心肠 叫清晨的日光 从高天临到我们 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因里的人 把我们的脚引到和平的路上 这孩子渐渐长大 心灵坚强 住在旷野 直到他在以色列人面前 公开出现的日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